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板蓝 欢迎来到明路正线 呃 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坚持极限思维 准备经受惊涛骇浪重大考验 啊 什么意思啊 这几个词汇 让很多人听了以后 啊 非常的啊 这个高度紧张啊 呃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日三十下午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据央视报道 出席会议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还有李强 赵德纪与蔡奇 三位都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习近平强调 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 正确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 现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会议指出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坚持 发扬斗争精神 坚持并不断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 推动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 战略体系 这个体系不断完善 实现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 有效运转 地方党委国家安全系统 全国基本覆盖 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力 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 我们接着来看 会议强调当前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 复杂程度 艰难程度明显加大 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信 坚定 必胜自信 充分看到自身优势和有力条件 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汗浪的重大考验 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突出实弹 实用鲜明导向 更加注重系统高效 法治思维 科技赋能 基层基础 推动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 联动基层 会指出 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主动塑造有力的外部安全环境 这句话很重要 主动塑造有力的外部安全环境 什么叫主动塑造 那就是 比如说现在对待这个科索沃这边 那中国对于这些国际任何一个热点问题 都是开始会表明这个立场 表明这个立场 不会再跟你含糊其次了 而中国直接就是谴责北约 谴责这个科索沃 那人家说谴责 你要知道这一个谴责就代表了政治战队 你给塞尔维亚就是 所谓的政治上的这个支持 对吧 你印度 调逼兮兮的在这个 克什米尔召开什么G20旅游峰会 中国就拒不参加 缅甸这边昂山树鸡 不听话 那就让免昂支持免昂的政变 把它搞下去 你菲律宾 马克思屌 那就打击分化你的政党 让这个老杜的女儿 给你拜拜 对吧 你越南这边 指导卵负重 把南派青梅派 剃除出去 对吧 所以基本上对周围这些国家 你阿富汗塔利班百分之百 要听从中国的 中亚这边政治接管 对俄罗斯这边 对吧 利用俄乌战争 我们在这个地方 好好的要矫正一下俄罗斯思路 这些都是主动塑造外部环境 在美国后院持续 打击美国的新门罗主义 对吧 在金融上主动与美国脱钩 逐渐建立以人民币为基础的 全新的金融体系和全新的金融支付系统 对吧 美国制裁伊朗 大规模支持伊朗 这就是叫 主动塑造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 也就是中国现在不会再不干涉 他国内政了 你现在这个内政 你必须是跟我走 还是跟美国走 就是两条道给你选 黑还是白 你自己选 对待像立陶宛这种 逼着呱啦呱啦呱啦的这种国家 那就打击他 没话说 没得商量 对待韩国 老逼 打击他 不要他的这个货物 限韩 干他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主动营造外部安全环境 更好维护 开放安全 推动发展和安全 深度融合 要推进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手段方式变革 创新理论引导 完善力量布局 推进科技赋能 要完善 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 实时监测 及时预警 打好组合权 会强调 国家安全工作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 切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 提升网络数据能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 加强建设国家安全风险监测 预警体系 这种国家安全法制建设 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现在中国的最高权力部门 也就是在政治上最高权力部门 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你去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属于军界政坛 军界那当然是中央军事委员会 是最高机构 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就是中央军事委员会 这个主席那当然是掌握这个军权 那是最大的 那在政治层面 政治层面那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三个副主席 对吧 一个是总理 一个是全国人大传委会委员长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党的大管家 中央第二数位纪 也就是书记处数位纪嘛 蔡奇 蔡奇又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办公厅主任 所以说现在重点讲的这个国家安全 他不是说对内怎么样 而说这就是要对外的 对吧 所以说这就相当于在冷战时候 苏联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冷战斗争部门 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对吧 苏联当时有个苏共中央总书记 就是直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来担任的 谁啊 安德罗波夫嘛 所以说现在中国在这里开这个会 而且说的这个惊涛骇浪的这样的话 言辞就代表这个部门 是中国的冷战部 冷战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决策部门 就跟美国就是正式的跟美国 就是从这一刻起就是正正式式的 中打中美新冷战 因为你打新冷战 你要有一个指挥部嘛 对啊 你军事打乐战 你就是总参谋部 就OK了 那么你对美国这种新冷战的 他就从多个维度上面来打的 那必须要有一个冷战指挥部 那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一次的会议 就正式成就说这个部门 啊 由原来的对内 因为为什么会成立这个部门 这个是削弱中央政法委的权利 因为当时周永康啊 在北京发动政变啊 这个要企图让薄熙来啊 这个上去啊 他们要发动这个政变 搞事情啊 当时被这个胡锦涛从这个保定啊 调38军进来评判啊 对吧 而且当时你看这个令计划啊 辞职调这个中央警卫局 对吧 在干什么啊 在搞他儿子那个车祸 令谷的那个车祸啊 他啊 在他这个这个里面啊 很多事情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你说你说这令谷好 短短的开法拉利怎么就撞车了 这个里面啊 有很很多种说法 这个当然也不是我们管的啊 但是就是说 就是说你这个武警部队啊 居然在被不是最高领导人在这里指挥 那这个实际上 当时在胡锦涛时代啊 九龙治水当中权力最大的就是这个周永康 那么大家也要知道 我们中央一直都都讲 孙力军 的团团伙伙 啊 对吧 那么 孙力军还是公安部副部长 那么当这个司法部部长的傅政华 是孙力军的马仔 那么一个那么级别就比他高 那怎么是他的马仔呢 为什么到现在还要讲肃清周永康余毒 啊 孙力军等余毒 那么但是不讲具体罪名 就是代表了说有具体的事件 啊 有传闻说啊 习总在江苏的时候 啊 跟这个王力克 他们在这里想对习总图谋不轨 啊 想撑桥兵变 黄袍加身 啊 那他就是有个具体的事件 但这个具体的事件 涉及到政变 就不能够对外公开的这样子来讲 啊 对吧 所以说 内部的这些 这些基本上已经搞定了 啊 这些不稳定因素已经搞定了 所以为什么要让习近平心腹蔡奇当 啊 第二书记又要当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吧 就是防止内部出现 啊 伊斯坦布尔市的那种那种那种政变 啊 对吧 现在我们就是说 我老兵一直在这里都说过 如果内部有谁敢对习总图谋不轨的 啊 如果说他们有具体行动 我们到时候就要像伊斯坦布尔那些市民一样 上街去 啊 对吧 抵抗这这种 啊 政变 所以说在这里 作为老百姓 作为成都默德大陆书的我们 也是要表一个态 对吧 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表态就是 支持习总的执政 团结在习总的周围 啊 这不是在这里拍马屁 因为我们是不需要任何的什么 什么什么风赏 或者是什么样的加关性节目 没有 我们就是老百姓 所以说 老百姓最后 也是习近平最后一道安全屏障 啊 所以那么对外呢 现在大家也都看到我们中国的在美国 他对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种态度 印度是什么样的态度 对吧 印度都在去除中国的啊 新华社跟啊 中央电视台的这种记者 那这就代表说 两国关系非常糟糕 对吧 外部环境非常复杂 那美国你看 今天又在南海 前两天又又又又差点就就撞撞击了 就是说 美国这样加大力度的对中国进行侦查 解放军用这样的方式去应对 那中美第二次南海撞击 我估计也也要快了 或者说 或者说谁擦枪走火 我就真的干起来 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 现在美国 他的恐惧值是什么样的恐惧值 为什么美军不停的要跟中国国防部长要来见面 因为现在的擦枪走火不是在仅限于南海了 而是整个印太地区都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美国现在就一直都要建立这种机制 所以他可以跳脚到马上就是 没有任何道理 毫无道理去制裁你中国13个个人和尸体 说美国的那些僵尸都他妈是中国 因为就这个逻辑就是已经能看到美国有多么的蠢驴 就是说这些毒品不是你中国造的 但是在墨西哥造的 墨西哥是用你中国生产的设备造的 他们要采购 关我们表示美国说因为这个里面用了你中国的设备生产 所以我要制裁你 但其实不是针对这个毒品发展这个事 是针对你中国不跟他建立沟通机制 他没有办法恼羞成怒了 所以说中国现在你看安全这种环境 有擦架走火的这种环境 不是说局限于台海在东海或者南海 在任何一个维度可能都会跟美国突然之间擦架走火爆发武装冲突 你要知道现在的解放军是全时代战的一种高强度战备状态 是一级战备的 随时随地应对朝鲜半岛 应对南海 应对东海 应对印度 的挑衅 是要做战斗准备的 那么同样的习近平开这个会 也代表说台海这个地方马上也要用兵了 原因是什么 中亚政治接管大后方巩固 跟俄罗斯这边 俄罗斯又是老实对你中国现在俄欧战争拖住他 他对你的供应各方面都比较老实的 对吧 周围一圈已经巩固好了 跟伊朗这边什么的全都已经巩固好了 该来的外资全部都过来了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意思 大后方巩固好 这边就要用兵了 马上就要惊涛骇浪了 习总用惊涛骇浪这个词 我们要做好战争准备了 各位 我感觉这个枪杆子里面这个枪 这个子弹要出去了 要力量出窍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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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